聶德奇在說話我覺得是好笑的 如果他是公務員就炒了 因為他解釋了《基本法》第22條 三逆旗稿 喂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笑死人 還在口喊無恥說 沒事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要求 只不過因為 因為林鄭把他調來公務員事務局那裡 本身他應該要走人 過來他就要做最邋遢的事情 考驗令式 他講得明白 《國安法》第六條要求要這樣做 很清楚說 是因為7月1日之後已經有《國安法》實施了 所以 他要這樣做 因為《國安法》第九和第十條 他就說要求這個特區政府做事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好了 現在問題在於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做公務員 打工的話 你不見了《基本法》第27條的權利 這個跟以前的農奴 奴隸有什麼分別呢 你全部都是自由的 不過 如果你能打工的話 你 在我地上耕種 你要沒有自由才行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整個問題 我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公務員在這麼大的 團體 他是負責 在這個 行政上面去保證那個 中立性 公開性 公平性 喂 如果他本身 是會因為 政治不正確 而被人 用違反誓言 去檢舉 去這個 調查 去 撤職的話 怎麼做啊 做不到啊 他講得最好啊 區議會 這個 保皇黨 大敗 他有個指令 不要跟我們合作 如果你 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一定會 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是不是違反實言 為什麼呢 你要擁護 這個 基本法律效忠 特區 那現在那個 政府就是 在國安法底下 用強權的嘛 那你就死定了 所以一個很簡單 我講的說法就是 現在這個 情況 是令人非常之憂慮 因為 今天是對公務員 這個 體系 但是你要想一下 我們香港 和公務員地位 差不多的人 有多少 法定機構 公營機構 資助機構 醫管 那些全部 將來都來的 所以 我認為 今天這一仗 公務員 面對的 是所有 我剛才說的 法定機構 公營機構 資助機構 大家都要面對的 所以我希望 他們會 團結一致 我們公民社會一定 是會 揹揹他們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林鄭 要交功課 聶德權 要交功課 我們香港人 都要交功課 我們就要捍衛我們 的權力 公務員 只不過是 現在第一個 拿出來祭旗 大家要明白 一件事 是 如果 大家 是不出聲的話 下一個就是輪到你 大家要 團結一戰 要保護 公務員 和 為我們服務的公務的利益 以前要宣誓 很簡單 以前要宣誓 那些就宣誓了 公務員不用宣誓 公務員為什麼不用宣誓呢 就是你想想 你講美國 如果講美國 每一個美國的公務員 由這個 中央政府 以至到 州政府 是因為反對特朗普 會被人炒入獄的 這個很簡單 現在在香港 今天就是 林鄭月娥 那個反送中條例裡面 很多公務員出來了 在這個國安法裡面 很多公務員 表示意見 現在那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你簽了誓章之後 你這些行為 就會構成 一個所謂不 這個 這個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特區 就這麼簡單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 毛孟靜議員 或者許智峰議員 他的選民裡面 有投票給他的 以前也有說 不如投票給 許智峰 投票給毛孟靜 現在他在Facebook 群組裡說 投票給他 可能有問題 捐款 捐款也是 這個其實 大家要 一回顧 就是說 在反送中條例裡面 有公務員公開出來支持 反送中 有發起工會運動去 用罷工來支持 現在這個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說 第十七條 所有的權利 包括言論 這個罷工 示威遊行 全部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整個問題 這個其實講得很清楚的 劉德權 你是不可以公開這樣反對 政府 咦? 特朗普可能 十二月就不是總統了 但是林鄭和共產黨 都永遠統治香港 這個就是很清楚的道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